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虽然常言道 舅舅党们的话只能听一半信一半 但在这个传统游戏场上画饼忘记了六月 因为迟迟就又是不开直面会 眼看着各路爆料都快把老人透个底朝天使 他终于来了个第三方的迷你直面会 虽然不是大的 也不知道近期还会不会再有 但一堆关于第三方作品的爆料 还是难免让人心痒 就等着官方能确认几个 那闲话不多说 看看这场迷你直面会 有没有你的心头号吧 这次日美两边直面会 时常差了五分钟 但阵容差异不大 打头阵的都是30号 马上就将正式推出的怪物猎人崛起超大型 从事下车老卡自己讲的 扩展包曙光新预告王国救星 这个也被不少老猎人们一早就猜到了 反正该干倒是逃不掉 新预告中向大家展示的 古龙天灰龙回归 怨虎龙特殊个体及吉堂金狮子 并公开了后续免费更新路线图的第一代 8月会更新红莲暴灵龙和月星龙 以及多只怪物 其中当然免不了稀少总和特殊个体怪物 还有新的原野的塔之秘境 另外曙光容量更新为Switch版约10.1G 再啰嗦提示一下哦 游玩曙光必须有崛起的本体 并完成主线的七星雷神龙任务 另外本体届时需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Switch版是10.0.2 之前没中文的美版将在30号通过更新加入中文 但DLC大概率和日港版不通用 接下来这个 玩游戏稍微有些年头 对炸弹人大多都不会陌生 而超级炸弹人2 作为Switch刚发射时的首批游戏 我印象中好像还是最早有中文 配合Switch能掌机和方便分享特色 其实这款多人玩家能护坑还蛮热闹的 续作《超级炸弹人2》预计将在明年推出 喜欢这系列机友们可以留意下 游戏有个攻防夺宝城堡模式 并支持地图编辑功能 原本采用策略玩法 描述了天才炼金少女来杀 哦不对是诺雅 为了向世界第一炼金师目标前进的小小诺雅 这次带来由CYGAMES开发的 横版动作类肉鸽星座 小小诺雅乐园的后继者 除了鲸鸣的划分 本作系统也很有意思 主角将在流程中收集到40种以上的魂偶 通过编组队伍的排序和魂偶的攻击顺序 就可以拓展出各种能爽快打倒敌人的原创联机组合 游戏现已发售日幅74块 8和9月游戏还将分别和公主连接 赛马娘推出联动DLC 第四款由Gameloft带来迪士尼梦幻星谷 游戏特点一看便知 融合了迪士尼与皮克斯旗下作品 一众耳熟能详的角色 还有相关场景和情节 在一个名叫星路鼓 不对是梦幻星鼓的地方 这些动画明星们原本过得快乐幸福的生活 但一场神秘灾难导致他们失去了记忆 于是玩家角色边用牧场类玩法打造舒适的家园 边与角色们展开互动 让梦幻星鼓重回到正常的状态 本作正式版预计明年推出 采用本体免费加上内置课金的方式 9月6号会先上线EA版 先有个心理准备哦 日版直播会从这里 开始了一大堆变着花样种田的游戏 接着是款铁道主题的建造策略游戏 在不远的未来 作为工业殖民地的星球 因为经济崩了 玩家需要利用火车交通来拯救剩下一切 在包含30多项任务的单机模式中 定制自己的火车 并一地置疑的铺设轨道 除了要克服复杂的地形 确保运行路线的畅通高效 还得调动好资源和投资 让城市能不断的发展 本作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发售 元94年时空VR发布的超人平台 凭借很具创意的流程编排 以及内容深度 不同的时代 主角 玩法 还有最后的故事走向 都给玩过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借助HD2D画风 重现的时空勇士 7月22号就将发售 本次直面会带来了 包含三个篇章前段部分的试玩 有兴趣的朋友赶紧去体验下吧 王牌调手系列新作带来了预告 游戏即将在年内推出 这次的主要舞台为水族馆 展示环节 相机的动身 另外本作还有很多水族馆主题的 多人聚会小游戏 下一款如果没有救救党爆料 我是真想不到 Switch还能看到这个 尼尔机械纪元当时原版 我在PS4上下了个试玩 结果第一关音乐 加上RB的人设 打斗和情节 试玩都没打完 我立马就下单正式版 之后年度版发售 我又买了份 就冲着这游戏 给自己带来的感动 而今天Switch版 它居然也来了 离谱的就是随后官方宣布 本作加1080和720P 换句话讲 是Switch主掌机各自版 分辨率下30寸运行 老机友们可能都知道 这优化有点出乎意料了 但实际的具体表现 目前还不清楚 但剩下就还有一个问题 Switch版有没有中文 讲个笑话 我去年在XGP上 就是看到本作 据说进行了贴贴座的强化 2B更远 不不不 更有质感 结果下载才发现没中文 还好还好 官方随后就公布了 Switch减繁体中文版 将同步发售 这下舒服了 本作包含此前 追加所有模式和服装 还有Switch版独占服装 会在首日推出 10月6号正式发售 顺带插一嘴 直播时有些朋友觉得 这是冷饭 大家值得那么兴奋吗 事实上这场迷你视频会 有好几个冷饭 包括最后正常的那个 但他们某种程度上 都是经典 多一个选择真不是坏事 所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 想在Switch上玩到 或收一份当纪念 如果不喜欢这些类型 那这几个游戏 怎样你都不用在意 但如果你也曾玩过并喜欢 看到自己综艺的游戏 能被更多人去体验和接受 应该细节开心的事 紧接着是几个近期 和7月即将发售游戏的预告混解 可惜香草社纪念城市20周年 提升画质并加入新元素后 推出了格力魔术Once More 目前还是没确定有中文 而之前公布收录了 一二代的传说门同伴和几线 已正式发售 游戏支持中文 下一款是由SE带来 玩法有些类似 符文工坊系列的重点 加上ARPG动作战斗 不过毕竟是老牌日系大厂 游戏画分场景还有细节刻画 看上去可要舒服多了 人物历会也蛮不错 游戏主线文耀的探明 从天而降 造成生命枯萎的神秘灾难 死际展开 后面还有几个重点我们另讲 这个我可很有兴趣试试 本作是1月4号发售 确认支持简体中文 不是说好都是第三方吗 怎么会有马里奥 别急 看旁边的几个傻鸟兔子 这是玉璧家带来 采用趣味策略玩法的 马里奥有风度新作 星耀之院 其实这游戏前作就蛮有意思 只相比马里奥主流的作品 这种玩法偏小众了点 好在玉璧游戏你懂了 有钱捧个钱场 你要高兴就早点买 没钱还扯他不打骨折嘛 前作包含全DLC的黄金版 动不动就骨折 二代日版这边只讲的是冬季 但美版确定10月20号发售 说起来本作也够搞的 去年上直面会前 劳任官网先泄露他的消息 然后这次直面会前 预避伤存又不小心泄露的发售日 当事员工都风度附体了是吧 然后还是重点 而且这个我是真没想到 他还能出第二步 这也侧面反映了之前的大雄挖矿 哦不对 木场物语 估计反响还可以 于是这个很让人误会 是DLC的大雄木场物语 《大自然王国语》 《大家的家》 预计将在今年年内发售 游戏从结婚应该依旧不用想了 但有着新的情节和元素 前作会在7月4号到10号期间 开展Switch阿兰会员的 真手工划分 游戏很有意思采用满屏的手工 和涂鸦式的绘画 模拟了一段别开生命的RPG游戏冒险 在作业本上展开故事 铅笔卷笔刀 橡皮圆规 纸板和计算器 都是能互动的工具 还有这个真幻灯片 也不对 是手工翻页动画式的演出 以及这五毛特效 本作的艺术风格和展现方式 真的太有童年感了 游戏预计将在8月18号发售 实体版在10月13号 然后是前不久 微软游戏发布会上 刚亮相过 由我的世界系列衍生出的 全新动作 加上战略玩法游戏 我的世界传奇 之前就已经披露了 会登陆搜索平台 本作目前还是预计 2023年推出 看到吃豆人 我突然发现这场制片会 不知不觉 中有好几个上古年代 就层面的游戏明星露脸 后面还有个跑得比车快 但偏参加赛车游戏的人物 预计8月25号发售吃豆人作品 是99年PS初代上 吃豆人世界的高清版 融合了许多各种风格的玩法方式 后面这个天鹅龙流星队长 降普加一世界的小冒险 是由集音社授权 收录了一众降普加中 出现的作品与人物 这个例会可以说是很别致了 玩家扮演的角色 将在幻想世界中 和这些漫画明星们 并且展开冒险 本作预计将在7月28号发售 前面提到的 又一位游戏界老前辈明星 因素刺猬索尼克来了 采用开放世界设计的 索尼克未知边境 前段时间 刚披露其他平台 实际试玩片段 音乐是出乎意料的可以 但关卡设计和玩法环节 争议不小 当时我边直播看演示 边和大家讨论了半天 本作在Switch上会表现怎样 毕竟索尼克一跑起来 配合这种画风场景 加载速度和流畅度 都是不小的挑战 这次公布Switch版演示 看着还行吧 本作预计今年冬季发售 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 还有个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遗产 Switch版运行效果 同样是薛定谔的猫呀 看到这个造型 你想到了谁啊 不过接下来预告 并不是个单纯的奥特曼游戏 而是奥特怪兽怪物农场 直播当场就笑死我了 讲这个是奥特曼怪兽纵田嘛 其实不太准确 游戏主要玩法是围绕奥特曼 里种怪兽的预成和对决 还能怪兽合体哦 游戏预计今年年内发售 炒饭天真卡普空 虽然偶尔冷饭热炒 但更多时候 还是变得花样冷饭冷草 远的不讲了 6月刚发售个阶级格斗合集 7月又有阶级竞技场2 但这次收录 从初代到6不同版本 供实部作品 洛克人EXE合集 关键还有中文 估计许多玩家朋友 瞬间就被勾起回忆了 不过本周还得等一等 预计明年才正式发售 游戏添加了高画质的滤镜 画廊和音乐欣赏模式 然后又是一连串 之前就公布过 后续即将发售预告串伤 除了日版极乐Disco 这个不用讲了 其他的我就直接报菜名了 7月28号发售超级野田世界 同天还有跳票多年数码宝贝绝境求生 8月25号发售偶像经理人 同天还有SD高达战斗同盟 9月1号是我飞玩不可交交群星之战2 接下来是以DQ11的高人机角色 卡妙和玛雅作为主角 勇者斗我龙群宝探险团 苍蓝眼同于天空罗盘 预计将在12月9号发售 根据商业底披露的信息 本作原本作为怪兽片推出 所以看得很像 但之后调整了方针 而怪兽片续作 交给3DS版TQ11的制作人 恒天闲人开发 于是中玩家将和怪物成为伙伴 并用它们不同特性的能力 进行战斗和解谜 巡宝环节先通过罗盘 确定大概的范围 然后借助怪物同伴们的视角 可以探查到宝物的位置 随着收集到的宝物逐渐增多 探险团的等级将随之提升 据点也会发展壮大 而日媒两边制片会最后登场这个 估计这次迷你一个头一个尾 都最没悬念 许多人都猜到了 原本PSP独三的P3携带版 之前只上了PSP和PC的P4黄金版 还有在原版基础上 加入新的角色剧情结局 系统也进行了不少优化的P5皇家版 即之前宣布登陆Xbox 并加入XGP后 Switch版终于也确认了 P3P和P4集是后续发售 P5R1010月21号 并且支持送我的 没错这个是冷饭 我无印和R先后都买了 但就是想在Switch上 能阻挡及切换 舒服的再体验一次 虽然这个在看过微软那场后 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 后面零售网站乌龙和救救党爆料 基本没悬念 但今天这场看到官宣还是很兴奋 就剩一个念想 希望这次仪式优化能给力点 毕竟前不久刚玩过Switch版13机兵 有那个程度就没遗憾了 美版制片会这边 主要有个画风比较独特 由在建狂野之星团队开发 剧情箱冒险解谜游戏 预计明年推出 还有由玩家扮演一只小鹿 和同伴在冰雪覆盖世界中 共同展开冒险 同样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 游戏预计明年二月发售 主机端由Switch独占 由原作者超刀 猴岛小英雄系列新作 重返猴岛带来了预告 游戏将在今年年内发售 本文场迷你直面会基本介绍完毕 我聊聊个人看法 首先由于老任这场 开的确实有点晚 又是第三方迷你 加上救救党们各种爆料对了不少 要讲多惊喜吧不至于 但除了尼尔和P5R 看到官方确认还是真的很开心 其他也有几款 像S一家的符文 动作版小小诺雅 马里奥风度2 RPG时间光之传说等等 所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而且老任自家的画饼会还没开 除了火纹星座 最起码猎天使魔女3确认下日期 喷射3发售前再造个事 还有这两天被爆料 密特罗德Prime前三座 有没有不知道 毕竟传了起码两年了 但Prime4也差不多了呀 总之希望救救党党再猜中一次 近期还能有场视频会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